科幻剧真魂大结局 沈薇重伤倒地后 叶尊不仅用冰锥刺入沈薇的胸腾 还将他推入了腹中 沈薇得知林静还活着 让他配合牺牲自己 解决叶尊观看方法 关注公众 后好片全回复片名即可观看此片 好片圈 专注任现影视分享 叶尊为了得到镇魂灯 发挥他独有的传销贤制 软硬兼尸勾引嫂子 云兰叛变 但云兰并未屈服 由于地兴人大举不亲 一时间龙城乱作一团 猫族更是付出了绝种的代价 摄政官好心将云兰放走 云兰前往酒吧拿镇魂灯 而叶尊偷窗哥哥衣服抢走了镇魂灯 不料中了云兰的计策 他的阴谋被云兰公之于众 地形人终于看清了云兰的真实面目 云兰获得镇魂灯后 急于融合四件盛气 却不知云兰在灯内藏了黑能量子弹 子弹引发爆炸时的云兰受伤 云兰本来认为 镇魂灯没有灯芯不会被融合 奈何云兰想将郭长城变成灯芯 幸好被赶来的特条杵众人阻拦 眼看几人不敌 大庆打算给自己注射变异血清 不料云兰抢夺后将变异血清打给了自己 随后云兰体内的血清能量爆发 他借助山河锥的力量重伤了叶尊 使得叶尊的吞噬之力彻底失控 沈魏趁机让林靖将冰锥贯穿了自己身体 使得的能量爆发与叶尊的黑能量 互相排斥发生爆炸 叶尊临死前 沈魏向他解释了曾经的误会 兄弟二人的心结终于解开 云兰捡到沈魏的项链 发现里面放了这万年前的棒棒糖纸 由于叶尊过分的吸收 地心能源枯起陷入绝境 云兰生无可恋 殉情生计阵魂灯平息了危机 地心不仅恢复了宁静 还赢得了光明 所以说叶尊这万年的折腾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